树林区公所在大安庇物农场举办餐会 而这也是公所第三年在当地举办送暖的活动 而大安庇物农场是园艺服务为主的庇物工厂 生肠朋友自产自销 云艺小盆栽 及手工造等等产品 而公所在岁末林中举办活动 希望能够借此关怀弱势族群 也同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 都在这边工作 那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有一点收入 那最主要的就是要大家来购买他们的商品 那公所也在这里办了三年的岁末感恩 希望能够让小朋友除了工作之旅以外 也能够感受到过年的气氛 很感谢公所还有一些议员的帮忙 就是每年都有这个活动 让我们孩子可以一起同欢这样子 而新美市议员陈世荣也出行活动 他呼吁市政府能再加强皮肤农场的设施 让学员们都能快乐的学习 软硬体的设备上我们市政府劳工局可以加强 让这边的设施更完善 让学员在这边快乐的学习 那在岁末的同时啊 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我们大安皮肤农场 市长协会来经营这个区块 可以白纸干头更进一步 许公所也希望借此抛专预誉 能有更多人一起来关怀热士族群 让他们面对挑战也能够快乐的生活 中家新闻林凯军 如秀娟 复营创报道